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长一段时间都默默无闻 然而今天人们说起西州青铜器往往会提到何尊 因为它上面的名文记载了一件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 其中还有人们最熟悉的两个字 中国 那么何尊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青铜器 它出土以后又有哪些曲折的经历呢 下面呢 我就为您讲讲何尊的故事 1963年深秋的一天 中国陕西省宝基市甲村镇村民陈湖家后院的土崖被大雨冲塌 因为没有危险 陈家人也没有在意 晚上陈湖到后院上厕所 忽然发现在月光的照射下 土崖上有两道幽幽的绿光 他顿时感到毛骨悚然 赶忙跑回了屋里 这一夜 陈家人都没有睡好 第二天 陈湖来到土崖下想看个究竟 他发现有两个绿色的铜钉露在土崖外面 陈湖赶紧找来锄头往里挖 结果挖出了一件长满铜锈的青铜器 陈湖不知道这件青铜器是古代文物 在清理掉上面的泥土后 他顺手把青铜器带回了家里 用于盛装粮食 就这样 这件青铜器成了筑粮罐 一放就是两年 到了1965年8月 陈湖家因为经济拮据 就将青铜器连同另外一些废铜 卖给了宝鸡废品收购站 宝鸡地区是三千年前西州都城的所在地 这里不时有青铜器出土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经常有农民把挖出来的青铜器 当作废铜卖掉以补贴家用 一些从事文物工作的有心人 也养成了跑废品收购站的习惯 1966年的一天 宝鸡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王光勇 来到这家废品收购站 有位老职工告诉他 又收购了一件青铜器 问他要不要 说着便从礼物墙角的废品堆中 拿出了这件青铜器 王光勇接过来一看 立刻认出这是一件古代的青铜尊 他十分高兴 随后对这件器物进行了测量和细致的观察 王光勇觉得这是一件珍贵的文物 当天就将其搬到了博物馆 经过测量 这件青铜尊高38.8厘米 口径28.8厘米 重14.6公斤 他口圆体方 通体装饰有四道镂空的飞棱 颈部有残纹图案 口圆下装饰胶液纹 尊体以雷纹为底 凸起处筑有饕贴纹 圈足上也带有近似的图案 这件青铜尊显得既庄重大方 有气势雄浑 尤其是那些凸起的瘦面饕贴纹 让这件青铜器更充满了神秘感 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 何尊被博物馆收藏后 就一直没有进行彻底的清理 人们也不知道它的真正价值 直到十年后的一天 中国著名的青铜器专家 马成元先生才发现了 青铜尊的珍贵之处 1975年 中国青铜器出国展览工作正在筹备 何尊被征调到北京故宫参加出国文物展 上海博物馆的马成元先生也来到展览现场 他对这件文士精美的青铜尊格外关注 经过仔细观察 马先生在尊的内侧底部发现了名文的痕迹 这件尊的出土地宝鸡一带 是周朝姬姓王室的发祥地 这里时常发现带有名文的西州青铜器 对于研究古器物的专家来说 青铜器上的名文就仿佛是打开 三千年前西州文明大门的钥匙 马成元先生随即安排人对青铜尊进行除锈处理 经过大家的一番努力 这件青铜器终于露出了其本来面目 从何尊口言处向里看 尊的内地上一篇十二行共有一百二十四字的名文清晰可见 马成元先生经过仔细辨认 他认为这些名文印证了史书上 有关西州初期迎见成州的历史记载 这个名文呢 是牵扯到历史上重大的一些事情 其中名文一看似 就说为王处谴责于成州 虽然这么几个字 实际上呢 还有是西州重大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变故 公元前1046年 周五王率军东征商朝 周军在牧野 也就是今天河南新乡一带 打败商王的军队 随后攻入商朝都城 昭哥也就是今天河南期限 商周王自杀 商朝灭亡 尽管新的王朝建立了 但商朝的残余势力还在 如何管理商朝的移民成了周五王首先考虑的问题 政权获得之后 周五王实际上担心的是西州政权怎样去困固 固固 实际上他当时一取的政权就提出了 要在洛阳一带建立一个偏都来加强对商的移民的那的控制 实际上在政治上都实立了三间 就派了他的管书菜书和活书三个书书呢 派在那个地方来实行三间 就对硬的移民进行控制 所以他这种思想呢 实际上在这个名文里面出浅择语成周 就得到了一种反应 名文中记载的就是周成王听从周五王的安排 在河南洛阳迎建成周 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商朝移民的管理 巩固周王朝的统治 周成王五年 新的都城城州建成 成王在这里为他的父亲周五王举行了盛大的祭礼 他向上天宣告迁都于成州 接着又对宗族子弟进行了训诫 仪式完毕后 成王赏给了一位名叫和的贵族三十串被弊 贵族和深感荣耀 为此铸造了一件青铜尊 因为这件青铜尊是西州贵族和铸造的 所以他最终被考古界命名为和尊 和尊上名文记载的内容十分珍贵 他不仅可与上书和诗经里的许多篇章互为印证补充 而且名文中还出现了中国两个字 这是中国一词最早的出处 专家在研究和尊时发现 古人在器物内侧底部一个很小的面积上 却铸造了一百二十四字的长篇名文 这显示出西州青铜器高超的工艺水平 在这些名文当中 中国两个字尤为引人注目 中它是中心的意思 因为中间的方框 它表明的是一个丝足或者聚落的一个区域 当时的人们的生产生活的方式 太阳出来的时候 人们出去就要省略 或者这次要耕作 这样的话回来的时候 看见四足部落中央的地方 高高的擦几个旗杆 他们回来就有方向 所以中实际上是中央的这么一个意思 那国是一个货者的货 这个货实际上中间有个口 那个口实际上还是一个四足 或者是一个部落的区域 上下有两横实际上是壕钩 是用来护卫你的四足和部落的安全的 但是作为一个国家 静静靠这个航钩是不够的 你必须能用武力 就是用兵器格来保护你这个四足的安全 你才能成为国 谁把武力这概念引进了国家的这么一个概念 谁这个通过这两个字啊 也可以看出中人他的聪明的才智 以及对国家的这种理解 根据明文的内容 何尊中的中国一词体现了西周时期 人们对于国都的理解 古人认为 为了起到巩固政权的目的 国都必须建在国家的中心 它既是政治中心 也是军事中心 有关国都的观念 从西周开始就一直延续下来 它对于中国历代国都的建设和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是从自行上来说 而何尊里面的中国 跟我们现在的中国 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西周的中国 它是国子中央的意思 而现在的中国作为一个国民 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何尊不仅是宝极青铜器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也是中国政府明文规定永久不能出国出境展览的珍贵文物之一 它代表了中国西周时期青铜铸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何尊气身明文中记载的内容 以及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都体现出它无与伦比的价值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